李梅珍他還蠻推崇韓國瑜的市政 所以他還講說 我們把這個市府團隊 什麼最棒的市府要請回來 顯然他還是要擁抱韓國瑜 這一張牌在高雄還會奏效嗎 這張牌會不會奏效 就看你的目標是什麼 因為你才剛剛罷韓通過 你在打韓國瑜牌 你要搶第一 這是一個很顛覆的想法 但是我如果不是要搶第一 我是要搶第二的話 那你回過團 你可能還要用韓國瑜 但是他很奇怪 現在好像戰術沒有想好 因為他又講說 我一定會 當然我就要請韓國瑜來助選 隔一天之後 你要請韓國瑜 當時當時 他又說 他後來馬上講說 先讓他休息一下 就你回過團 你還是要看李梅珍的 這一個提名過程 李梅珍這個名字 最早出現在國民黨中常會 是李乾隆秘書長提出來的 很早的時候 就是敗選之後 就敗選過了之後 他就大概提了李梅珍 但是江啟臣後來 跟其他的人他們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所以第一時間沒有考慮李梅珍 那李梅珍從哪裡來的 從高雄市黨部主委 莊啟王那邊來的 他是莊啟王的六小福 莊啟王也有一個六小福 六個比較年輕的 一個國民黨的高雄市議員 那繞了一圈 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許崑源議長的遺孫 其實是江啟臣他們最想要的 因為這悲情牌比較好打 然後你用許崑源的太太遺孫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有利於整合 就是他目前還有31席的高雄市議員 那這種補選 因為一般投資率不會太高 所以整合很重要 你很難想像李梅珍 41歲三屆的市議員 你要去怎麼整合 那更何況 議長補選的那個黨 他們國民黨黨內初選的時候 又有一個裂痕在那裡 所以為什麼最後還是李梅珍 你就看到這幾天 大概有國民黨有炸鍋的問題 所以國民黨第一件事情 要做的不是韓國瑜 是整合 是先整合他的31席的市議員 好 那後面來講 其實是不是李嘉芬推薦的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吳亦正是親民黨 然後吳亦正跟李梅珍 都挺過韓國瑜 那他現在又投到 投到柯文哲的民眾黨 那這是民眾黨第一次 要在高雄市水溫 如果 對高雄人來講 吳亦正不是陌生人 因為是很資深的市議員 他五屆了 所以他有沒有爆發力 他能夠有多少的擴張性 其實在高雄心知肚明 Ban Pan 但是因為他要掛民眾黨 這場補血因為只有50天 你最後只看幾件事情 其中關於藍白的問題就是 柯文哲要下去幾次 這也就涉及到說 吳亦正這一個市水溫的動作 柯文哲會不會一路壓到底 就你不要看他講話 要看他的兩隻腳 柯文哲下去一次 跟柯文哲下去十次 對吳亦正得票的意義就不一樣 否則容易變成是吳亦正一個人 掛著民眾 好 李明珍也一樣 我跟你講 李明珍的問題關鍵在於 他第一個 他的知名度這幾天 因為炒作可不可以好一點 可是還是沒有普遍性 他的關鍵在於兩件事情 第一個 31期的市議員 整合速度能有多快 第二件事情 你要不要打韓國瑜牌 這兩個問題是互相連動的 31期的我們講市議員 如果整合的不好 你怕 張錦成怕變成第三名的時候 你就只好回過頭來去拜託韓國瑜 可是拜託韓國瑜是吃馬飛 因為韓國瑜絕對是 會刺激陳其邁的得票數 跟出席率 可是 可是你最後如果去拜託韓國瑜出來 只有一個好處 就是國民黨可以保證第二名 他其實沒有那麼負責 保證第二名 是 選舉是要贏 要第一名才有 但是選舉的時候 就是關鍵在哪裡 人選 板塊 政策 50天不容易談政策 不會談太多 所以人選是固定的 我跟你講 李梅貞其實 他有知名度的問題 跟熟悉度的問題 雖然已經三屆了 但是他是屬於區域性 齊迈 吳亦正 都不是 他都不是陌生人 不管是齊迈1.0 2.0 3.0 基本上他不是陌生人 這個人是怎麼樣的個性 吳亦正是什麼個性 你都可以確認 李梅貞真的比較年輕 他比較屬於地方服務型的 所以他會有一種 他像不像一個市長 所以他必須要靠很多外力 去把他拉抬 會不會到時候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說那個第二名的問題 柯文哲來多了之後 然後李梅貞可能被拉抬 柯文哲來多了之後 就會刺青 國民黨一定要打韓國瑜派 因為李梅貞的問題就是說 你因為那個議長補選 你31席的裂縫還沒解決 你這個時候想要 想要不要變成第二名 就是江啟成要有能力 完成團體 江啟成如果可以團結 31席的國民黨市議員 他就可以不用去請韓國瑜 可是這31席很難做 因為只有50天你很難做 你連提名李梅貞的時候 很多高雄市議員都不知道 所以他們現在補破網 你在花時間補破網的同時 就代表你後面 在倒數計時的時候 你要回過台來 拜託韓國瑜的機率越高 不斷散 在那時 不斷入了 不斷入了 你沒想要 你沒想要 就這麼快 你真是 你沒想要